中国香港左敦道今早发生三级大火 至少五个人死亡 41人受伤 香港消防处最后证实 五名死者主要是因为烧伤 以及吸入性损伤不幸丧命 其中一名死者更不排除是在逃生的时候 从高处坠落一楼 当局还在调查真正的起火原因 今天清晨 位于香港油麻地左敦道的华丰大厦 燃起熊熊大火 警方在7点53分接到投报 大厦一楼的健身中心失火 消整人员在三分钟后火速到场灌旧 8点04分时更把灾情列为三级大火 同时出动多台云梯 协助大厦住户撤离单位 根据当局通报 一共有41人受伤 年龄介于18到94岁 当中有38人送院 一些伤者在送院后不治 有五个人因大火丧命 由于这座拥有60年历史的大楼 不仅有本地住户 也有很多不同持牌的宾馆 让旅客入住 因此当局还在鉴定死者的身份和国籍 火灾在8点54分被包围 10点钟受控制 并且在10点30分大致构式 火场涉及不同的楼层 主要是一至二楼 消防处已经成立了专案组 由一位消防高级区长带领 主要会就今次的火警成恩 以及导致有不同的死伤者 这个原因进行进一步调查 鉴于有关大厦波及不少 汤房住户 让外界一度揣测 火灾原因和窄小的汤房 脱不了关系 消防局在记者会上强调 尽管消整人员曾在现场 取出大厦图测 但没有发现改造结构的情况 初步判定 起火原因并没有涉及汤房 西九龙警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也指出 警方将从刑事角度调查这起案件 了解是不是有人需要为这起火灾负起责任 悲剧事故发生之后 香港特首李家超也对人命伤亡惨重 表达哀痛 他已经指示相关的单位追查事故起因 香港媒体报道 华丰大厦在1964年4月启用 楼高14层 一共有230个单位 当中至少有35间宾馆 马信社电视综合报道 叫作曲给 acquired 沐测 台湾